我们的法师 给他看 谢谢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中进的卢台长您好 您好 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 有一个小伙子走丢了 因为他比较老实 所以先问一下 92年的侯兰的23岁 两个月前给他爸爸说 和两个同学到广州玩一玩 三天回来 结果走了十来天 然后说他有病了 住院让他爸爸寄了四千块钱 然后一个礼拜说病好了 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到现在两个月 电话也打不通 人也找不着 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 广州来这太远都找不到 所以现在就说 担心让什么人控制怎么着 也不知道 刚好遇上这个积怨 请卢台长慈悲 看看他现在怎么样 能够让他脱闲 快快回家 一般的呢 像这些问题呢 我都不看的 为什么呢 一般的这种问题 因为看了之后呢 他跟休学啊 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说台长这个功能 如果帮这种人看呢 就是有一天我在澳大利亚 一个警察局突然在这间打个电话 The Master Lou 跟我说啊 卢大师 听说你很有能力 现在你们有一个华人的 什么什么 家里人走失了 你能不能帮他看一看 外国人跟我讲啊 我心想我给他看了之后 他以后把我弄去做顾问了 我不要上班了 对不起 你记住了 但是我可以帮他看 没有关系 你跟我记住 首先呢 这个是破例的 好吧 感人知道了 还有像上次那个法师的 那个爸爸 把他走丢了 台长不但给他看 而且帮他用法例 马上找回来了 对不对啊 今天呢 对不起 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 那个他的孩子 有没有精神问题啊 没有 比较老实 跟人不怎么说话 很腼腆 你告诉我 几几年数什么呢 92年的侯兰的 23岁 有点小问题 被人家控制住了 可能在做口供 台长慈悲啊 能够帮助让他脱险 快快回家哦 还有啊 对不起 抓紧时间 71年的猪 兰的44岁 因为他7岁的时候 母亲就走了 他的父亲很老实 因为家境一般 所以上了一年级就剁学 小小年级 自己就母身 虎口 受很多罪 那30来岁的时候 开始热 他就在买 他就在买 他就买了 他就乱说乱骂 而且喝到痛风 发病的时候 他不喝了 说不喝了 但是痛风一过 他又想喝 他本人想戒酒 但是他说 他管不住自己 还有他无论走在哪里 都安静不下来 几分钟就要换一个地方 他说他心老急 心急不由他 所以请慈悲的台长 给指点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人 能够转变 是他的生活稳定一些 七一念的朱兰的44岁 你记住了 凡是不修心的人 不念经的人 实际上你叫台长看 我就要帮他背 因为没人帮他念小房子 除非你法师给他念 否则我不给他看 因为我能够帮一些 念经的人背 我不能帮那些 不念经的人背 师父慈悲 由我来为他念 也好 好 你答应给他念 我就能给你看 好不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现在告诉我 他几几年 是什么呢 七一念的朱 44岁 蓝的 第一 他已经走掉了 一个坡 魂魄走掉一个坡 精神已经不能集中 经常昏昏沉沉 第二 他身上有一个灵性 这个灵性 是一个小鬼 头发还披着 眼睛抱出来 很难看 像酒鬼 听得懂吗 师父你说的对 怎么样做更好的 解决这个问题 你现在要给他身上的灵性 大概将近要六百张小房子 好 然后你要给他放生 放两千五百条 几年之类 你最好 在半年吧 好 我告诉你 像他这种病 如果你帮他担的话 他一定会好的 但是你会比较辛苦 如果你帮他慢慢念 慢慢念的话 会好的 像他 基本上会恢复到百分之七十 应该没问题 刚好 我都看到他的样子了 这个人过去 不是说没有过 一点造诣 像一个傻瓜一样的 他不是的 他过去曾经有过 很好的一个生活过程 我讲的对不对 您讲的很对 那借这个姻缘 我分别再问一下 宗敬的卢台长 因为他这个样子 他的父亲压力很大 又很无赖 老人的心已经很痛苦 现在七十多岁 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折磨 所以老人身体不好 慈悲的卢台长 看看这个老人呢 四十四二年的麻 七十三岁 能否让他 他念佛 念得怎么样 法师啊 那个那个那个 两个问题 好不好啊 这也不能问得太多 给人家问 我能不能问我 最后一个 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的 都是更厉害的 等着呢 你照顾照顾他们 慈悲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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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谢谢 很好